今天這個地震來講 它大概就是也是0403的余震 因为它的正央的位置差不多 那比较奇怪的是说 我们当初在看主震的时候 这二十几天来的余震 其实都是发生在花蓮市 或是花蓮市以北 反而在正央封滨这个区域 它没有地震 就越接近主震的地方 反而没有地震 这是很奇怪 不过今天这整个一百多起的地震 等于是把这一块 二十天来没有发生地震的地方 它能量把它补齐了 所以今天的地震 主要都是在花蓮市南边 那这个区域在封滨这个区域来讲 过去的记录里面来讲 它只要旁边附近 有一些规模六点多的地震的时候 它就会有很密集的地震群出现 就是所谓地震群 就是一天里面可能有100次200次地震 像今天这个就是一样 所以它就有种群震出现 那还有一个特性是说 这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不会成一个面 过去以往来讲 如果是某个断层破的时候 地震会分布一个面 但这一次就没有 它整个分散在一个大区域 所以这是它的特性就是 那只是说 这一次的群震 比以往在这边发生的群震 它能量特别高 因为过去的群震来讲 规模五到六地震 它大概只有两三个而已 这次大概已经有二三十个了 还有两个是规模到六以上的地震 所以这比较特殊的地方